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翻窗户进来啊 刚刚进来的时候 撞见了桃子 他又不让我带外食 于是我只能翻窗了 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堂堂皇孙 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呢 就是几张烙饼啊 其实呢 还有一碗肉想让你卷饼吃 不过我刚才在窗外 听见桃子说你要忌口 不能吃魂心 于是我就把肉吃了 你呢 就凑合凑合啊 吃个饼吧 这饼有什么稀奇的 还值得皇孙八八拿来 稀奇嘛 倒也没有 只不过知道你食欲不佳 特地为你烙的 既然吃不了肉 那就 蘸点蜂蜜吃吧 这可难得了 这是哪儿来的蜂蜜啊 下午啊 我在山边岩石下 发现了一个蜂巢 于是我就跟老豹 去把它给摘了 这碗蜂蜜啊 供你吃好些天了 你养伤要吃药 吃药苦的话 你就就这蜂蜜一起喝吧 嗯 对了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什么事啊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皇孙 打算如何收服西长京 如果我告诉你 我一筹莫展 你信不信 我信啊 换做是我 我也会一筹莫展 西长京乃国朝京都 泰土争十万民符 修筑十六年 固若金汤 孙靖 当是名将 曾经三成高级 他守城的本事 可比咱们工程厉害多了 何况工程 本来就比守城要难得多 而且 孙靖这个人冷酷凶残 几乎无懈可及 你说 我能不一筹莫展吗 线下他派大军征战百岳 右派大队人马北上营州 其实 他可用之兵并不多 那也有十万禁军 留着守城之用啊 禁军 原本是天子亲将之师 可以动摇吗 当初就是禁军反了 要不然孙靖能凭一起之力 颠覆朝纲 誓杀先帝 杀诸王呢 困而为之呢 困而为之 困而为之 此乃下下之际 眼下孙靖又在囤粮 以作围城之辈 西长青这种城池 哪怕围上个一年半载 也不见了一定能够破城 彼时 孙靖肯定已经召回 征百岳的大军 来个前后佳机 到时候就算我们联手 也未必能胜此一举 如果 我有一个计策 可以破城 那皇孙 愿不愿意答应我件事呢 你愿意留下与我共破西长经 你是想为为救赵 以解荧州之困是吧 如果能破西长经 或是逼得孙靖 把围困在营州的兵马调回 那营州之围自尽 我答应你 就算你对我提一万件事 我都可以答应你 皇孙还真是违剑眼前之理 要是我不能破城 那你就什么都不能答应我了 那倒也不是 你若不能破城 我可以答应你九千九百九十九件事 但你却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现在还没有想好 等我想好了 你再答应我也不迟 怎么这么古怪的说法 我总觉得 你在谋算些什么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何笑为你为难的 那我这件事 也不会让你为难 你不得流教了 他能不能伤积 在这种花费 你不得了 那你再舖家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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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我现在和你 感谢观看